杨明在NBA的口碑很好 作为杨明相爱想杀的对头兼好友 奥尼亚曾多次称赞杨明 比如 杨明封盖他就像24小时便利店一样方便 再比如 除了奥拉猪旺 游鹰和罗宾逊外 杨明是他生涯最强的对手等等 不过 大鲨鱼还曾公开吐槽 奥尼亚非常喜欢搞神秘 自己被他骗了三年 奥尼亚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奥尼亚当年进入联盟的时候 不太喜欢说话 所以大鲨鱼起初看不起他 他没盖冒三次后 他在变了对杨明的偏见 打心底里献上对方 杨明却从来没和奥尼亚说过话 导致大鲨鱼以为他一直不会英语 我说 有此看来 杨明和奥尼亚当年关系确实很不错 作为一名黄准球员 杨明能够得到奥尼亚这种级别超级肯定 他实力无容置疑 那么 绝为何杨明在NBA获得成功 而易信联却不行呢